专利厅今年5月份 以25名大学毕业生和研发专门人才为对象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知识产权行业相关职业教育 其中有18人成功就业 在录用过程中 共有10多家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参加 以培训成绩和面试等为标准选拔了人才 某企业相关人士表示 新聘用的员工 对知识产权服务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 并且能够很快适应业务 他对新员工表示满意 专利厅表示 今后也将迎合知识产权服务的人力需求 进一步促进相关职业教育 对知识产权服务的人力需求 多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